长安在中国有许多性价比非常高的车型 他们最出名的当属CS75被代表的SUV车型 不过从最新的销量情况来看 除了CS75外 CS55的月销量也高达了16,333辆 只为它的竞争对手传奇GS4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新起之秀 从外观方面 CS55的前脸设计的非常简约 采用了上下两层的隔开理念 车身尺寸长度在4.5米左右 内部空间布局比较充裕 日间灯设计上有点类似C字型 车尾部分也走的是简约风格 在内饰方面 车辆的设计风格比较活泼时尚 用到不少鲜艳的红色装饰 座椅上也有红色的线条 总体看起来十分协调 液晶屏采用的是悬浮式设计 同时还搭载有高科技语言识别系统 稍显不足的车内使用的是不少塑料部件 有些不够上档次 但是由于在细节处理上也非常到位 所以弥补了由于塑料材质而引起的廉价感 在动力方面 CS55搭载的是1.5T的涡轮增压防动机 并辅助以6档手动变速箱 或者6档手自一体变速箱 动力上十分强劲 无需担心 车能达到115匹的最大功率 而且换挡等都能够比较平稳过渡 总体而言这款SUV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动力十足 外观简约大气 所以才使得它最近的销量也突破了上万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